中共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宣传他们治国有方 特别是在习大大的带领之下 让中国强起来了 所以现在包括台湾和其他国家都四海来潮 都来中国开采人民币 这一点我想也不难理解 不过要注意 中共这种宣传不只是针对海外做大外宣 同时更是要对中国人民做大内宣 因为中共这两年的战狼外交 已经彻底摧毁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与可信度 大外宣已经破产了 特别是对台湾的宣传统战 已经几乎没什么效用 只有对那些还没睡醒 或者是故意装睡的人还有点用 所以中共现在的艺人统战 有很大一部分的目的 是要对国内人民进行洗脑宣传 要让中国人民的潜意识里 更加认同党的领导友方 相信党的领导是为中国争光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台湾人和外国人 来到中国为党和祖国唱赞歌 这样就会有利于习近平争取连任 有利于中共继续在意识形态上 控制人民思维、维稳政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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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